我們看這題 他說現在有一條直線 秀到有一點A 那他問 秀到一點到達直線的距離點多少 這怎麼做 這個我們就 就是在L上面取一點 明顯一點就是-1 3跟0 現在給他做向量 然後如果 再跟他的那個單位方向向量取外積 就是答案 單位向量取外積 就是這個D有沒有 這D的 D4是等於P A Clos V 單位向量 取大小 我們現在看這個Pn Pn Pn 是等於 這個減這個是2 這個減這個是戶 然後0 然後這個V 方向向量 我們看 這是2 固1跟2 然後他長度 長度是3 因為這比方叫這比方叫這比方叫這比方 是9 開幹道是3 所以你如果是把他取一挑的話 3分之1 就乘以3分之1 那這樣 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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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但是這個總是4 c t 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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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的平方 戶5的平方 加上戶5的平方 再加4的平方 再加上這個 然後戶525加2的4加4是16 1545 更好45 就等於9545 是3更好 945 所以應該是2更好 應該2更好 第一題是2更好 讓我們看看第二題 他說過A點 以直線L垂直的直線方式 過A點跟直線L垂直的直線方式 這時候怎麼做 這時候我就先把它垂組找出來 垂組怎麼找 垂組的話我們就這樣子 這垂組我叫做Q好了 就是這個PQ 事實上是等到 事實上是等於PA 在什麼 在L方向的頭領下面 到底多少 VQ 我把這個找出來 把這個找出來 這個的話 這等於多少呢 這就這個跟這個取緣機 就3分之1 然後這個乘以就是4 加這是5 這9 所以這是3 來 乘以那個VQ 好 VQ是 就這個 他乘以多少 我把它寫成這樣好了 2-1 2 他乘以那個3分之1 好 這個是9 這3是3 所以這個通通可以約掉 所以事實上是等於2-1 2 好 那Q就算出來 Q這一點 就是 這個 這一點 2-1 2 加上那個P 因為這是Q-P 因為這是Q-P 我P的話是-1 3-0 所以這個就是1 2 2 所以垂組就算出來了 這個是1 2 我用2.4把它連起來 就直線換成4 好 那我們現在來求直線換成4 直線換成4的話 我先算它的方向下面 VPLAN 這個等於多少呢 VPLAN的話 一減是0 這個減這個好像4 2 所以我用這個 大方向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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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寫出這個直線 把它寫成參數式好了 參數式就是 那個 X YZ 我取這一點 沒有 取這一點好了 這是1 這是1 這座標是-0 1 然後 我們在座標是-2 加上多少呢 2T 那其實座標的話 是那個0 1-2 0 1-2 加上多少 加上T 這個就是它的直線換成4 1-2 3-4 1-2 1-2 1-2 2 1-2 1-2 1-2